凭成了5点45分 我突然刷到一条葬礼的圈子 配文是一路走好 配图是一个礼堂 桌子上的遗照 竟然放的是我的照片 更诡异的是 发圈时间显示的是三天后 我猛地眨眨眼 于是又刷新了一下圈子 结果这条圈子不见了 就在我以为甚至眼花看错的时候 手机突然弹出一则新闻 难小事 夏枯苑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 受害人生动十几刀后 当场死亡 夏枯苑 这不就是我住的小区吗 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随后赶忙点进去仔细阅读了起来 受害者 女 26岁 尸体于10月20日早上9点被发现 报案人系死者男友 称凌晨回家时打不开门锁 找开锁师傅进门后 便发现女友浑身是血 倒在了客厅里 警方判断其死亡时间 大概在10月20日凌晨2点 我越看越不对劲 因为新闻上叙述的案发时间 居然是10分钟后 现在的时间明明是1点50分 新闻怎么会报道一件 还未发生的事情呢 我突然瞪大了眼睛 盯着文章右侧的照片 倒吸一口冷气 图片里是警方拍摄的案发现场 木质地板上满是触目惊心的血痕 烟红的痕迹渗透进沙发布层里 呈现出黑褐色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背景墙壁上 那个熟悉的挂画 还是让我演认出 这是我家 假的 吧 我将笑着看了看屌 比案发还有9分钟 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伴随着清脆的咔哒声 有钥匙插入了锁孔 我打了个寒颤 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 冲到门口 立刻反锁了房门 同时 一只手紧拉住门把手 死命地拽住 我被刚刚那条新闻彻底吓到了 如果这则死亡预告是真的呢 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 避免被杀 叉叉 引动到一半的钥匙被门锁卡住 我尝了一口气 平住呼吸看向猫眼 门外站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我的男朋友慎虚 他一眼不眨地盯着猫眼 仿佛能看到我一样 慎虚疲惫的双眼里不满血丝 他疑惑地皱起眉 又用钥匙反复试了几次 确定打不开后 敲起了门 咚咚咚 敲门声连续不断 一声声撞击着我到耳朵 可此时我根本不敢回应 因为按照新闻上的死亡时间 那么凶手肯定就是慎虚 平时公寓里只有我们俩个 所以 只有他有机会 在凌晨两点杀死我 可是 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回想恋爱这两年 我们连争吵都很少 平日里 他对我温柔体贴 称得上是模范男友 我实在是想不出 慎虚下手的理由 随即 我的泪水慢慢涌出眼眶 我既恐惧又疑惑 怎么也不敢相信 他会叨了我 而且还是十几刀 由于我长时间没有反应 慎虚敲门的动静越来越大 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他已经非常急躁了 我绝对不能放他进来 现在距离我的死亡时间 只差五分钟了 等过了五分钟后 应该就没事了 就在我默默想着的时候 我的手机突然又想了起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竟然是慎虚打来的 看来他敲不开门 就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我没有挂断电话 但也没有接拼 而是又趴在猫眼上观察了起来 可下一秒 我就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此时慎虚两手空空的 并没有给我拨打电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又迅速看向手机 来电显示 的确是慎虚啊 可他此时并没有给我打电话呀 难道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慎虚 我捏手捏脚地回到卧室 接通了电话 喂 是叫哭吗 肾虚喘得粗气 声音里透露着焦急与惊恐 你那边是什么时间 我捏紧电话道 10月20号凌晨1点55 认真听我说 他咽了口吐沫 沉声道 你还有五分钟就要死啊 我心头一震 我刚想说话却被打断 杀你的是个变态连环杀人犯 他现在就藏在家里 快离开 电话陡然被挂断 窒息得安静 只剩下钟表的走鸟声 我将了好一会 感觉良意彻骨 不 一定是他在骗我 慎虚想骗我打开门 好杀了我 随后 我又来到大门前 顺着猫眼向外望去 此时 慎虚正背对着我 向楼梯口走去 看来 他应该是敲不开门 准备离开了 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自己是不是太过于陷入为主了 万一 凶手并不是慎虚呢 啪哒 耳边突然捕捉到一声怪响 像是赤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声音正是从我脚边发出的 我慢慢低下头 看见沙发的正下方 正有一只苍白的人手伸出来 凌晨1点45分 我竟然在朋友圈 刷到了三天后我葬礼的照片 之后更是在家里的沙发下 看到了一只正在伸出的人手 看到这只手后 我瞬间被吓傻了 本想逃跑 但两条腿不停地发抖 压根不受自己的控制 而就在这一瞬 沙发下的那个人已经爬了出来 他左手拿刀 两眼凶狠地看着我 这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 他应该就是新闻上 说的那个连环杀人犯吧 此时我的脑子一炸 只出现了一个字 跑 我转身冲向门口 就在手刚触碰到门把手时 整个人猛地向后倒去 那男人将我牢牢地勒住 我拼命地挣扎 可怎么也挣脱不开 一跑不掉了 我现在就送你下去 就在男人手上的刀 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开始歇斯底里地嚎叫起来 不停地向他求饶 求求你别杀我 你想怎么样都行 求求你放我吧 可他听到我的话后 只是冷哼了一声 下一秒 他没有任何犹豫 将手上的刀刺入了我的胸口 挤刀下去后 我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失去知觉前的一秒 我的视线正好看到了墙上的时钟 时间恰好来到了凌晨两点 之后我便没有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 他猛然坐了起来 大口地喘着气 全身都被冷汗侵蚀 看了一下周边 自己竟然在卧室的床上 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是自己做的一场梦吗 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随后我摸了摸胸口 这梦为什么如此真实 自己的胸口 竟然还有些微微的痛感 就在我纳闷时 手机再次响起 只见手机屏上弹出一条新闻 吓哭是吓哭院 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 两名受害人 身中十几刀后 当场死亡 看到这条信息 我的神经再次绷紧 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间 正是一点五十分 随后我又点开新闻 配图中遍地血迹 地点还是在我家里 不过这次换到了卧室 受害者也从上次的我自己 变成了两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现在还在梦中吗 还没等我思考 客厅就传来了咔哒一声 有人在用钥匙开门 不出意外 应该是肾虚回来了 于是我赶紧下床 准备把这件事告诉肾虚 可还没等我出卧室门 就听见客厅传来一串惊呼 卧槽 你谁啊 下一刻 一声痛苦的叫喊声 就响彻了整个房间 是那个杀人狂 他把肾虚给杀了 我立即捂住嘴 拼命不让自己喊出声来 刚要伸手将房门反锁 就在手放到门吧 手上的前一秒 我停住了 如果这时我发出动静 杀人狂便会立刻知道 卧室有人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前来杀我灭口 那我还不如藏起来 他毕竟刚犯下案 一定不敢停留太久 说不定他大概看一下卧室没人 就会匆匆离开 那我就能逃过一劫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爬到了床下 没一会 杀人狂的脚步声 果然朝着卧室走来 紧接着卧室门就被推开了 而且杀人狂还把灯也给打开了 随后就听见一声开门声 我知道 他是在检查衣柜 在寻找房间可能藏人的地方 此刻我害怕极了 颤抖的双手死死地捂住嘴巴 生怕发出一点声响 可杀人狂还是朝着床路方向走了过来 很快 一双被鞋染红的运动鞋 停在了我的面前 比我的鼻尖仅有一掌之宽 东腐 下一刻 耳边突然乍响一声 我打个哆嗦 一张灰白的脸 猛地抵在了我的眼前 是肾虚的脸 他大张的嘴巴 一动不动 而且满脸都是血迹 很明显 他已经死了 我还是忍不住叫了出声 下一秒 我的脚腕 啪地被一只手用力攥住 整个人都被朝后脱去 脑后响起阴冷的声音 我找到你了 凌晨1点5时 我突然收到了 能准确预告我死亡的新闻报道 在经历了两次死亡循环后 我再次醒来 回到了死亡前十分钟 这次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最开始读到的凶杀新闻 死者只有一人 就是我自己 而第二次的报道 则变成了两人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凶案的过程与结果 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本来能活下来的甚虚 因为我没反锁大门 而导致命运被改写 我的心里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把新闻看作 本次凶案的结局 那么我可否利用结局 来反推经过 这不就相当于 手握参考答案来解题 我要做的 就是尝试不同的逃生手段 来改变死亡定局 当新闻报道变成 凶手入室杀人未遂 被缉拿归案时 便说明我逃生成功 想必循环也应就此解除 我努力抑制住恐慌的心情 给慎虚发送了一条短信 屋里有人 他有刀 千万别进来 快去找警察 发完后 我切回新闻页面 内容果然变了 赶小时下哭院 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 一名受害人身中十几刀后 当场死亡 果然可以 可我却并不高兴 因为凶案还是发生了 依旧产生了一名死者 这意味着我还是没能逃出去 和预想的一样 收到短信后的慎虚没有进门 卧室外一片寂静 接下来 我要用尽一切办法求生 拖到警察的到来 但我深知 只要我此时关上门 就会彻底暴露 如果没能在警察到达前 成功挡住他 下场就会是死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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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有五分钟 就是凌晨两点了 不管那么多少了 先试试再说 随后我再次钻入床下 可手机上的新闻 并没有任何变化 看来藏在这里 并不能改变结果 眼看剩余的时间不多了 我赶紧从床下爬出 将房门上了锁 就在我锁上门的下一秒 门外就响起了脚步声 然后咚的一声巨响 门板一颤 发出木头开裂的声音 我打了哆嗦 朝后退去 一头钻进拐角的卧室卫生间 猛拉上门 扣上锁 胆颤心惊的大口呼吸着 卧室门被撞击的声音震在心头 感觉胸腔正遭受锤打 门被轰然撞烂 我抽气一声 绝望地闭上眼睛 杀人狂走进卧室 并打开了卧室的灯 此时我看了一下手机 1点58分 还有两分钟 可手机上的新闻内容一如既往 胆小事下哭院 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 一名受害人身中十几刀后 当场死亡 门外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已经搜查完衣柜和床下 这里是最后要找的地方 玻璃门外映出模糊的人影 怎么警察还不来 我急得落下泪 手忙脚乱地拉开洗手池下的抽屉 盼着能找出防身的东西 可找到的只有一些平常的洗漱用品 呵 这是什么 我的眼睛被某个奇怪的物品吸引住 是一节红色的头绳 无比寻常的女性用品 但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因为我从没买过这条款式 呵 我冷笑一声 心里有几分明白 为什么最近肾虚总是加班了 肾虚出轨了 就在这时 哗啦一个 卫生间的玻璃门粉碎一地 我气不成声 悲恐的同时又觉得广自无比 没想到死到临头了 还发现了自己被戴绿帽子了 我泪流满面地盯着杀人狂 咬着牙喃喃道 下次见 凌晨一点五十 我突然收到了能准确预告我死亡的新闻报道 在经历了两次死亡循环后 我再次睁开眼 拿过手机看了一下 屏幕上正扶着一条短信 是甚虚发的 再哭 你现在在家里吗 我打了个N字 并准备告诉他家里躲着个杀人犯 千万别进门 还没编辑完就收到了他的第二条短信 如果你现在在家 赶快出来 我心一沉 感觉有些异样 但又受伤来 哪里不对 下一秒 盛须又发来第三条短信 有个罪犯刚刚进入我们公寓了 他杀了管理员 拿走了全楼层的备用钥匙 不知道他会进去哪间屋子 你快离开房间 看完盛须发来的信息 我快速来到卧室门口 准备出去 可刚准备开门 我就停了下来 心想 如果那个杀人犯已经进来了怎么办 他前几次可都是提前藏到了客厅的沙发下面 然后四季杀了我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出来的时候 盛须又发来了一条短信 你快出来啊 我在楼下等你 杀人犯被抓到之前 我们就先住宾馆吧 可我现在根本不能确定 那个杀人狂生是在外边 如果他在外边 那我出去就是送死 还是先看看新闻预报再说吧 南小市惊悚小区 发生一起杀人案 一名受害人身中十几刀后 当场死亡 嗯 方案得点变更了 凶杀现场 从我家变成了两道街外的惊悚小区 这小区跟我不存在任何关系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那这是不是说明 我终于逃过了死亡 我激动地攥紧拳头 撞着胆子走进客厅 打开灯后 我四处看了一下 那个杀人狂果然没有在屋里 此时我的心完全落了下来 联系上新闻预报 看来那个杀人狂应该不在这个小区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决定下楼找慎虚 来到电梯门口 按下电梯后 我给慎虚发了一条信息 我已经出来了 你就在一楼等我吧 好的 随后我看了一下电梯屏幕 显示的楼层数是12楼 12层是公寓的顶楼 应该是刚有住户乘电梯去了顶层 或者顶楼有住户正要下来 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就莫名感觉到心慌 也许是被杀的经历 导致我成了惊弓之鸟 很容易就会被激起惊惧 电梯一层层下降 已经到达了7楼 距离我还有两层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短信记录心想 为什么顺虚不直接乘电梯上来接我呢 是因为害怕遇到公寓里的杀人狂吗 如如对镜 随后 我又快速地浏览了一遍 顺虚给我发的短信 看完后 我全身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 因为这不是顺虚发的 恋爱这些年 我们互相发过无数条消息 我不知不觉记住了他的打字习惯 顺虚打字聊天 喜欢用空格代替标点符号 印象中 他几乎就没怎么用过逗号句号 可他今天发给我的每一句话 都带上了完整的标点符号 此刻 我含一遍体 扭头就准备往家的方向狂奔 可刚迈出一步 手机就弹出了一条短信 我 来着了 几乎同时 身后传来电梯门打开的声音 我僵硬地回过头 看见门缝慢慢地露出了杀人狂的脸 而他手里正握着肾虚的手机 上面满是鲜血 在经历了四次死亡循环后 我再次睁开眼 这次醒来 我全身疼痛难忍 伸入骨髓的痛 自胸口蔓延至整个身体 我发现 每次死亡与痛的残留时间越来越长 一次比一次久 也许循环并不是无限的 如果这次再死掉 很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仍旧是熟悉的新闻报道 和刻入心底的时间 凌晨1点50分 拿起电话 之后我马上给顺序发去信息 别进来 有人迟到入室 速去报警 这次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发送了一条短信给110 告诉警方家里有歹徒进入 请求快点来救我 接着 我平住呼吸 放轻脚步走到阳台 回想着前三次的循环 我越来越糊涂了 之前我以为每次死亡 都会回到凶案发生前的10分钟 时间 地点 人物 都保持原样 但从上一次的遭遇来看 明显不是这样 难道是因为我之前的某些举动 改变了原本的事情发展吗 想不通 不过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 复活是有代价的 每一次循环 我的身体都会虚弱一分 如果这次再不能把握住机会 我很可能将彻底死去 这时 客厅里传来的动静 脚步声每踏一步 我的心就狂跳一下 我知道是他来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就在我心机如焚的时候 突然看到墙外的空调外积 于是心一横 迈开腿 跨过窗一眼 整个人站在了阳台外的边缘 此时 我的脚掌离下方的空调外积 差不多有一米的距离 它被装置在阳台的左下方 想要踩到的话 需要稍微跳出去一点 可外积顶面面积不超过半平方米 我没有任何把握能 刚好跳到上面 近一点 或者远一点 都会摔死 我吞了口唾沫 小腿开始发软 可此时脚步声已经抵达门口 不能再犹豫了 妈的 就算摔死 也比被捅死好 我按骂一声 对准空调外积 跃了出去 啊 跳远了 我前脚踏空 后脚踩到了外积 但由于用大而进 我整个人由于惯性 在空中失去重心 直直地朝前方冲下去 完了 我心一沉 绝望地伸出手乱抓 一下子够到了墙面上的外管道 另一只手 则搭在了对面住户的阳台外延上 我的躯体掉在了五楼的半空中 但也只是暂时的 一旦我力气耗尽 就会掉下去 算了 也许我命本该绝 就在我准备放手的一刻 手腕处忽然搭上来一只手 魂厚有力的男生 在头顶乍响 我操 大半夜的你这是玩哪出 随后 我在这个男生的帮助下 爬进了阳台里 你是怎么掉下来的 我指了指斜上方的位置 我是那一户的住户 不是我要跳 是有人要杀我 几分钟后 警察终于来了 在我家的卧室里 成功抓住了那个杀人狂 四日早上 我和盛须在客厅看着电视 电视里播报的 正是这个案件 犯罪嫌疑人李某 于本日凌晨 闯入一女子家中 行凶未遂 目前已被警方抓捕 看到他被抓 我别替我多高兴了 既然这件事情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该解决 我和盛须之间的事情了 我掏出那个红色头绳 在盛须面前晃了晃 盛须看到这个红头绳后 表情立马变得难看 他没有说话 而是站起身来走了 我冷笑一声 这是坐不住了吗 这时电视新闻中的画面 切换到了一位警官 下一秒 经过我们的调查 已经排除了李某 涉嫌连环杀人案的嫌疑 据我们了解 本市出现的这个连环杀人犯 只对女生下手 而且每次作案后 都会窃取一样 被害人的随身物品留作纪念 比如项链 头绳之类的 电视屏幕陷入黑暗 我一抬头 看见盛须正手握遥控器 冷冷地盯着我 而他的另一只手里 还握着一把刀 我嘴角抽动 一言不发地盯着他 可惜啊 为什么你非要看新闻呢 追追剧不好吗 原来 入室作案的那个人 自始至终都不是在逃杀人狂 真正的连环杀人犯 竟一直在我身边 这截红色头绳 也压根不是什么出轨证据 而是他杀人的证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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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